三更有梦书当枕 千里怀人月在风 这里是深夜读书 每晚陪伴你 大家好 我是竹子 《红楼梦》中说 命里有时终须有 命里无时莫强求 生而为人 凡事自当努力 但太过用力 往往过犹不及 最好的态度莫过于 得之坦然 失之淡然 争其必然 顺其自然 人不要太强求 任何东西和事 越怕失去的 往往会失去的很快 不要太在乎 任何人和事 以一刻平常心对待吧 一切都顺其自然吧 相信命运 相信缘分 随遇而安 我不认为是消极的人生态度 恰恰相反 这才反映出真正的成熟 春有百花 秋有月 夏有凉风 冬有雪 若无闲事挂心头 便是人间好时节 年年岁岁 花相似 岁岁年年 人不同 以失去的 留作回忆 以得到的 好好珍惜 太过用力的人 身累 心更累 同事王姐 是办公室主任 快五十岁了 她毅然坚持 每天第一个到岗 分发好报纸和重要文件 在几个高管上班之前 就放到他们的办公桌上 还会贴心地 为他们每个人 泡好一杯茶 大家对于这种 带着浓郁 巴结讨好意味的工作方式 嗤之以鼻 认为她太过用力了 因为有专人负责 分发报纸 茶水 以及卫生 也有专人负责 她完全没必要 亲力亲为 只是王姐 根本不管这些议论 她能从一个打字员 升职为办公室主任 靠的就是这份 滴水不漏的细心 与周全 办公室人才济济 有人材料写得好 有人沟通协调能力强 但王姐总能赢得大家的折服 正是源自她几十年如一日 把工作摆在最重要的位置 对每件事都拼尽全力 可人的精力总是有限 顾得了这头 顾不了那头 王姐的丈夫 受不了这样不顾家的女人 带着女儿到另一座城市生活 虽说没有离婚 但两人已经形同陌路 王姐去看女儿 常常是连夜赶着去 又连夜赶回来 从来不舍得请假一次 在王姐眼中 工作就是自己的唯一 虽然琐碎 繁杂 劳心劳力 可她早就习惯了 她想要用这种全情的付出 来给自己一份存在感 和安全感 可为此失去了家庭的温暖 谁又能说得清 这到底值不值得呢 太用力的爱 伤了别人 也伤了自己 电影《我想和你好好的》 讲述一对都市恋人 从相识到相爱 以及在太过用力的爱之下 爱情渐渐消亡的故事 男女主角的爱情 没有经历太多波折 就进入到 你浓我浓的阶段 可男主角深夜去见前女友 和同事的暧昧短信 以及泡夜店 都给女主角带来了深深的不安全感 为此 她想尽一切办法 想要控制男友的行踪 对于男主角来说 女友的爱 已经近乎病态了 唯有逃离 才是唯一的出路 一对恋人 就因为太过用力的爱 而急转直下 结局令人唏嘘不已 看起来很突兀 甚至有点夸张 却是源自于 对现实生活的提炼 真正爱一个人 不是随时都害怕 对方的离开 而是笃定地相信 我有多爱她 她便有多爱我 不管是不是 相互陪伴在一起 但心与心 从未分开过 人世间 有百媚千红 我只爱你那一种 这份痴情 这份忠贞 并不需要他人的检验 而是认定对方 就是此生唯一之爱 那些太用力的爱 是双方都没有 从心底里 去信任对方 那些不安全感 来自对自己的不信任 对另一半的不信任 与其苦苦地 想要把对方 绑在自己身边 不如放手 放手让自己 成为更优秀的人 也给予对方 足够的自由 因为真心爱你的人 兜兜转转之后 依旧会爱你 太过用力的期盼 是生命中 无法承受之重 天下父母 莫不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 可多少人 却常常将自己 未曾实现的梦 或明或暗 强加给自己的孩子 看起来是为孩子好 实际上 却很是自私 孩子最怕的事情 除了父母吵架 就是拿自己 与别人家的孩子 去比较 哪怕自己 倾尽全力 一旦没有达到 父母所期待的目标 就会被指责 你怎么这么笨 真是太让人失望了 父母不屑的话语 轻蔑的眼神 嫌弃的小动作 都如同最锋利的尖刀 在幼小的心灵里 留下无法磨灭的伤痕 作家龙应台 在《孩子你慢慢来》中写道 我坐在斜阳浅照的石阶上 望着这个眼睛清亮的小孩 专心地做一件事 是的 我愿意等上一辈子的时间 让他重重融融地 把这个蝴蝶结扎好 用他五岁的手指 孩子你慢慢来 慢慢来 如果一个人爱孩子 不是因为要孩子成为什么 才去爱他 而仅仅因为你就是你而爱他 这种无条件的爱 则会给予孩子 满满的安全感和幸福感 能够成为其一生不洁的动力 好的人生 应尽便需尽 无负独多虑 人生应当顺势而为 进退自如 如果我们时时都处于紧绷的人生状态 无疑是把自己逼近了一个绝境 只能前进 不能后退 一心只想去赢 却不知道 当输来临的时候 自己该怎么办 优雅的人生是越近世事的坦然 是饱受沧桑的睿智 是过近千番的淡薄 人生无法完满 缺憾也是一种美 别太过用力 让你的人生背负太多沉重与不堪 在《庄子余文》片中有一个故事 从前有个胆小鬼 他无意间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和足迹 就觉得自己遇到了妖怪 十分害怕 他想要逃离这个鬼怪 就很卖力地跑了起来 谁知道 他跑得越快 脚下的足迹就越多 影子也追得越紧 这个人更害怕了 更加拼命地跑了起来 最终累死了自己 人生最舒服的姿态 就是能在苦难如影随形的时候 找到一片树荫 慢慢地坐在夜凉之中冷静一会儿 焦虑和恐惧自然就会消失 生命是个缓慢的过程 一个人的成长是一个缓慢而坚定的过程 想要取得成功 就应该付出时间 从幼稚到成熟 再到取得成就 每个人的发展都需要循序渐进 急不得 珍贵的东西都需要沉淀和磨炼 时间会让种子可以变成花朵 会让沙粒变成珍珠 最深厚的感情 也需要时间来慢慢培养 最终水到渠成 这就像是酿造葡萄酒 最初水和葡萄形同陌路 最终却一同变成了甘甜的佳酿 酒肉相识的朋友就像是筷子 酒席散去 一双筷子也就散开了 真正的友谊需要短暂的利益 但是更需要经年累月的长情 庄子中讲了 刨丁解牛的故事 刨丁宰杀牛时 可以沿着牛的身体结构运用刀工 动作行云流水 就像优雅的舞蹈 顷客就能把巨大的牛分割清楚 而不伤刀刃 庄丁解牛的神迹 来源于他对牛的细致观察 和慢慢积累起来的经验 这就像是庄子慢慢生活的主张 末上自会花开 只需等待春天到来 慢慢来不是随波逐流 慢慢来不是懒惰 不是消极代工 也不是无所事事 慢慢来是一种劳逸结合的人生态度 今天慢下脚步 是为了明天更好地踏上征程 慢慢来是一种心态 用最乐观勇敢的模样 去应对生活的挑战 最舒服的生活状态 就是慢慢过好自己的人生 注重过程 看清结果 所谓物极必反 太过焦虑于一件事情 反而会让自己漏洞百出 倒不如学会慢慢来 一步一步走好自己脚下的路 脚踏实地才能后继薄发 慢慢来贵在乐观 贵在淡然 没有人可以保证自己的生活没有风浪 笑对人生 何尝不是一种潇洒 庄子是一位 看破了生死的责任 在他眼中 生命最珍贵的部分 就是他的发展过程 讲究顺其自然 慢慢生活的庄子 也并非随波逐流 他坚守着自己的学说 坚持着自己的生活方向 从未懈怠过 生命是个经历 积累 沉淀的过程 每个人的人生 只有一次 我们更要活得精彩 活出价值 最舒服的人生 就是好事慢慢成 好酒慢慢品 好友慢慢交 人生的得与失 成与败 繁华与落寞 不过是过眼烟云 而永远陪伴我们一生 如影随形 不离不弃的 只有心情 在这里 与朋友们 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 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竹子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